近段时间,在中超球迷圈子里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,大林一方的卡拉斯科,打断了从国安租界来的球员近彭祥的鼻子,对方要求卡拉斯科赔偿一千万,最终以卡拉斯科赔偿几百万。 一般而言,这种更衣式的传说大家都会一笑而过,不会当真,然而昨日大连体育广播的主持人包吟在社交平台的一段话,却似乎侧面暗示了是有玄机,也引起了球迷的不安。 球迷们因此议论纷纷,如果这件事不能说,就不应该再提起,现在这样预该名章的行文方式反而让大家更加好奇。 谣言将愈演愈烈,近彭祥于今年七月被租界到大连一方。 不过在之后的比赛中,即使大连一方的后防线捉襟见肘,也不见近彭祥有出场。 大连一方的球迷都在问,人哪去了? 卡拉斯科方面,有媒体报道其因为行政原因,护照出现问题,所以无法参加国家队集训。 这个所谓的行政原因,可能是因为他被近彭祥提告了所以被限制出境,这么看来网传的已经赔偿了几百万并不真实,整件事情相当扑朔迷离。 近彭祥被打的原因也说法不一,有的表示,因为他放场卡拉斯科,卡拉斯科起急了起来,就给了他衣肘子。 有的说,是因为他言语调戏了卡拉斯科的女友,很多体育媒体人也对本次事件三间其口,目前卡拉斯科无法出境是事实,近彭祥见到大连一方后几乎没上场也是事实,媒体人闪烁其词也,是事实,真相是什么?或许时间真的可以告诉我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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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